第十四届全用会排球男子成年组决赛阶段 昨天结束了第六轮的争夺 上海队3比0轻取河南队 提前锁定四枪席位 凭借更突出的发球 篮网 扣球等技术 上海队打得非常轻松 在比分上他们也全面压制河南队 连下三局 上海队以3比0轻取河南队 截至目前上海队战绩为5胜1负 提前锁定四枪 觉得从一开始我们其实上海南队 从第一场开始 其实上来的时候还是有一些不够紧凑吧 包括教练给我们开会以后 从第二场第三场慢慢有所好转 就是反正我们会把一些好的精神状态延续下去 去一场场解决一些小问题吧 北京与江苏上演强强对话 前四局双方战成2比2平 决胜局江苏队状态更加 他们凭借默契的配合 以15比12胜出 大比分3比2击败北京男排 击身四强 上一届全运会亚军得主北京男排 六轮过后两胜四辅 无影四强 浙江对阵广东 两队在实力上有一定差距 首局浙江队以25比15轻松胜出 之后的比赛浙江队也没有给对手什么机会 25比21 25比18 浙江队3比0击败广东队 提前晋级四强 四川对阵山东 想要晋级四强 本场比赛对此前军事三胜两负的两队来说 都至关重要 山东南排打得更强势一些 他们直落三局击败对手 确实这样就非常关重要 两个人都知道 先上午是 虽然明天还有一场 但是今天这个就是 如果输了就基本没机会了 所以四川压力也大 我们呢像三千里做动员 有压力没用 你这次放不开没办法 所以就放出一波了 今天打的应该是 对对压力非常完美的 打得很好 压力当然是有的 就是看总法压力还是动力了 对我们目标就是去夺冠 因为毕竟军体育嘛 就只有冠军才能给别人记得 所以说我们的目标最终就会多 大赛来说就是 感觉所有队伍都不会轻易 或者放弃的这么一场球 大家都很精力在拼 这跟平时的那些比赛不一样 就是这个是真是拼得到的 一场一场去拼嘛 就打得自己不留遗憾就可以 全运会难排比赛 今天将进行循环赛最后一轮争夺 8月21号会进行两场半决赛的较量 冠亚军决赛 将在8月22号进行 我这次期待在11月22号里上 我们下约里面的一天 这次我们下约里面的一天 我们下约里面的一天 以后我们下约里面的一天